1到序典抗 然後呢,讓他一直找 如果這個序典I的名稱不等於 這個要不等於,OK 不等於就小於大於 這個是固定的規則 你不要,就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不等於資料的話,那就把它刪掉 所以如果假設今天 把這個都,就把它先產生 1,2,3,這個再一個 三個嘛,OK,然後把它刪掉的話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如果我這樣寫 來看一下,我把它弄一下 也會看一下,執行 你會發現它會第一個check 這個是不是不等於資料 是嘛,因為它不是資料 所以它會不會刪掉,所以把它刪掉 delete掉 好,那你會發現衍生的另外一個問題 它總共本來有幾個工作表 四個對不對 那已經被刪掉一個了 所以會怎麼樣呢 將來會越刪越少 那本來應該是去的先刪第一個 刪第二個,刪第三個 對不對 對不對,那可是會有個問題喔 你看喔,刪掉 再刪一個 這個應該刪... 應該for i 應該等於多少 i 應該等於2 可是理論上應該要刪這一個 但是因為第一個被刪掉了 所以它就刪不掉了,會變成刪這一個 有沒有,好 再來的話應該是第3、第3個 所以前面兩個都不見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就出錯了 誒,第i個的名稱 可是i現在應該等於3 可是現在只有2個啊 哇,怎麼辦 所以喔,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後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在eSale裡面 因為它會越刪越少 所以你遇到這種狀況 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反過來刪 OK,什麼叫反過來刪 跟各位講一下 我再把它恢復一下 這個程式喔 所謂的反過來刪就是 本來是1、2、3、4嘛 那你4、3、2、1比較好了 那為什麼呢 好,我們來做一次 4、3、2、1的話呢 基本上喔 它就比較不會受影響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啦 第一個是不是 第一個4所以不刪 這個是不是刪掉對不對 這個往前 誒,前面兩個還在嘛 在這個是不是 這個也不是資料 所以刪掉 這個資料再往前 誒,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嘛 所以後來我發現喔 在eSale裡面喔 BBA喔 以後如果不只是刪除工作表 刪除列也是一樣 因為列你刪掉它要往前嘛 所以喔 如果列也是一樣 反向刪 藍也是一樣 反向刪 這個解法也是我想出來 因為我之前也是遇到這個瓶頸 然後坊間 我看到別人寫的也都沒有 後來我發現反向刪就OK了 那反向怎麼刪 怎麼改這個程式喔 很簡單 就把血點抗 跟1顛倒一下 但問題喔 它的迴圈一定是正向的 所以如果你要顛倒 可能要記一個叫step 後面跟它講負1 因為呢 預設是step1啦 越來越多啦 如果你是step1不用寫 可是如果你要顛倒 請記得一定要step負1 那這個可能要特別稍微記一下 這個意思就是越來越少的意思 OK 它就減1嘛 那從第四個到第1個嘛 然後減1 那這樣OK 那就把它執行 所以這個理論上第1個就跳過 因為第1個是資料 第2個是不是資料 不是 所以把入接到刪除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已經想 因為再來的話 I等於3嘛 所以理論上 第3個刪掉沒錯 然後再來應該是 越來越少應該2嘛 所以2有沒有影響 2的話在這裡 所以把第2個刪掉 沒影響 再來的話就是 第1 這樣OK了 所以 如果要解決反向刪除的話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OK 不過啦 我跟各位講一下 後來我發現 其實好像也不用這麼麻煩 為什麼 因為 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產生這個 跟這個 還有這個 它好像都在資料的什麼 左邊 對不對 所以喔 如果你確定這件事情的話 你根本連判斷都不用判斷嘛 那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改成什麼 要3的話是從321嘛 所以你去點抗 減1嘛 4減1 不就是3的對不對 所以321刪掉 然後連判斷都不用判斷 這樣子 這樣子 有沒有 321刪掉看看 執行一下 按F8好了 第三個刪掉 入接到 第二個刪掉 第一個刪掉 也OK嘛 OK 不過前提是 你確定是在左邊的情況下 那如果是混亂的話 那你就要用邏輯判斷 所以因為剛好我看到 那根本不用判斷 因為它都在左邊嘛 OK 所以這個地方有兩個寫法 那最後這一段程式嘛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 應該是在第幾頁 第十九頁 OK 這邊有一個方法一 這原來是寫這個 因為有多邏輯判斷 後來我發現不用 不用的話就拿掉 所以程式更精簡 來畫面最後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今天的範圍 基本上就是單元一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 單元一五個按鈕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等於花兩周 把那個本來是 這個什麼 就是滑鼠鍵盤的動作 通通變成程式化 OK 所以請各位回去 有時間的話 就是目標把這五個 五個按鈕背後的程式 試著做做看 那假如說你已經做完了 沒有問題了 請你再換一個資料看看 比如說你換成 汽車、自行車搶奪等等 反正你會發現台北市政府的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給的資料 我覺得還滿認真的耶 然後當然如果你們有什麼其他的發現 也許 也可以提出來 OK 我是覺得他給的資料 但背後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你希望能夠自動把結果呈現出來的話 那其實可以用今天講的方式 甚至當然今天只有串兩個SUB 其實未來如果你要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把所有的這些 通通畫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變成一個Dashboard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說老師我不要左邊表、右邊圖 我希望畫出三個圖都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OK 那這個也是我們後面要講的 反正將來你要任意的克制化你的呈現結果 都是辦得到的 OK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們今天的話就先講到這裡 那一樣我會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一樣會貼到那個論壇 所以也許請各位自己再回去複習一下 有問題歡迎各位 有請在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發問也沒關係 那大家盡量問題明確一點 或者告訴我幾分幾秒的地方有什麼問題 今天就先到這裡